主题学习APP地图的一个推荐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活动主题 好,首先第一件事情 各位要先登录你的OpenID 各线是OpenID 移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档案的交换格式下载 把它点选起来 那点选起来又应该在左下角 对不对 我们把它点选把它开启来 那这个呢 是我们希望各位所做的 好,把它启用编辑哦 那在这个交换里面呢 譬如说参加这次活动主题的写叫案 那就输入了 好,现式名称 好,那接下来就开始输入 那这个地方呢 主题名称你可以取一个比较好听的 这是自己取名称 那适用领域节点,知识节点呢 我们待会再来看看 那年级 我是拿我们全国教学APP里面的 运用在三年级的教学这个地方 那教学目标当然老师要自己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 这地方 那在APP教学 最少两个,最多十个 那这边要提醒老师 我们的APP呢 推荐一定是必须在这里面有的才能进行推荐 如果没有呢 假设我在Google Play用很棒的呢 那就麻烦老师就把这里这个很棒的东西 进行什么 推荐到这里来 这是我们活动主题 一定是应用这里的 全国教学APP市集里面的APP 来进行教案的设计 这边要提醒老师的 那这个呢 好 那适用的领域知识节点呢 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我们待会再来参考 那这个可以把它打进来 那第三个呢 其他的教案学习单 地图影片连结等等 你可以把你之前原本有些教学教案可以融合进来 这边呢 格式就不拘哦 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格式 对不对 第三个 你可以做什么呢 把学习单啊 图片啊 影片连结啊 网址呢 都可以结合到这里来 做完之后呢 就可以给全国老师来进行分享的一个工作 那请大家先下载这个档案 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往下说明